在8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 一罐走私鱼子酱惊动了整个苏联高层 因为这牵扯到一起史上最大的走私探官 涉嫌官员多达300人 事情要从1980年说起 一位在英国的苏联特工买了一罐匪鱼罐头 当他打开罐头后发现里面装的并不是匪鱼 而是上等的鱼子酱 上等的鱼子酱连苏联高层都视若珍宝 怎么会伪装成廉价的罐头大量出口他国 于是这位特工将此事上报给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后来经调查发现 苏联渔业资源部门早已私下和外国公司签订协议 将上好的鱼子酱装在普通的罐头里掩人耳目 然后低价卖给外国公司 外国公司再转卖到欧美市场赚取更大的利润 走私利润中的一部分最终会流入苏联高管的口袋 这起集体走私Time1最终给苏联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但经此一折腾 西方国家对鱼子酱的追捧更是接近疯狂的程度 为什么欧美贵族以及有钱人会如此追捧鱼子酱 价比黄金的鱼子酱真的有那么好吃 关注鸽子 本期带你了解鱼子酱背后的真相 鱼子酱是与鹅干酱 黑松露并称世界三大美食 其英文名称Caviar 在波斯语中寓意为力量之快 如今市面上的鱼子酱五花八门价格也是天差地别 但严格来说只有鱼鱼卵或黄鱼卵做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鱼子酱 很多人以为鱼子酱是法国食材 但其实鱼子酱最开始是起源于俄罗斯 对于接壤厉害的俄罗斯渔民来说 最初的鱼子酱不过是佩福特家的一道下酒菜而已 直到18世纪 俄罗斯皇帝叶卡捷琳娜 在宴会上为客人准备了一道鱼子酱的菜品 鱼子酱才在欧洲贵族中开始流行 十月革命后 俄罗斯贵族被迫流亡到欧洲的各地 鱼子酱也就在欧洲传开了 随着欧洲贵族乃至皇室对鱼子酱的追捧 鱼子酱的售价开始水涨船高 在欧洲地下市场里 一公斤的鱼子酱能卖到3000欧元水平 而端到餐桌上 价格要翻6到10倍 连餐具都得配成金的 至此 鱼子酱变成了西方餐桌上的奢侈品 成了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 但贵的原因还不止这些 一罐完美的鱼子酱 捕捞 腌制 运输的每一步都需要巨额资金 首先 鱼鱼的捕捞成本高 全世界80%的鱼鱼都生活在离海 一条离海的鱼鱼需要10到15年才能形成熟 而三岁之前 雌雄莫变 也就是想要这个鱼子酱你不仅要等10年 还得正好走运捞上个瓷的 而且只能用杀鸡取卵的方式获得鱼子 其次 鱼子酱的制作工序极其复杂 捕捉到的鱼鱼需要快速完成取卵 筛率 清洗 磁干等16道工艺 再根据鱼卵的大小 颜色 柔软度和口感 来确定腌制用盐的种类 浓度 以及腌制的时间 完成这些关键步骤后 再徒手搅拌2-4分钟 用筛网滤掉多余的水分 冷藏至零下3度进行瓶装 这其中的每一步操作都会影响到鱼子酱的口感和品质 至于运输成本 鱼子酱的最佳使用时间是取卵后的48小时 即便是如今最先进的冷藏技术 最长也就保存15天 因此只能选择最昂贵的航空保鲜运输 但贵还是贵 这并不影响欧洲时刻对此的迷恋 愿为100克针伊朗鱼子酱支付4000欧元的 大有人在 诱人的利润让接壤厉害的俄罗斯和伊朗 开始大规模捕捞野生鲜鱼 其出产的上等鱼鱼鱼子酱 一度占全球95%的市场 不过这让野生鱼鱼种群受挫 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 从1953年开始 俄罗斯以及伊朗政府开始严格管控有关捕捞鱼 和鱼子酱的鱼业机构 沿到什么程度欧洲没有合法的鱼子酱 就这种程度 直到苏联解体 生产限制才被放开 有捕捞资格的国家也增长到了伊朗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和阿塞拜疆这5个 只过了短短10年左右 野生鱼鱼在2000年再次成为宾威物种 鱼子酱的全球产量也从600吨 下滑到不足100吨 为了填补鱼子酱的需求缺口 不少国家开始尝试人工养殖鱼 比如中国 亚美尼亚以及俄罗斯 其中又以中国最先攻克 寻于人工养殖技术 从而取得了发展的先级 2006年 我国浙江卡路嘎 在千岛湖地区 产出了中国第一罐鱼子酱 2015年 我国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商 2019年 全球市场有35%的鱼子酱来自中国 自此 伊朗和俄罗斯垄断鱼子酱市场的格局 被彻底打破 果然 搞农业养殖这事儿 中国是大头 同时 来自我国浙江千岛湖的卡路嘎鱼子酱 不仅成为了世界上最贵的鱼子酱之一 还出现了在巴黎27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中 其中22家餐桌上 更是欧洲汉沙航空公司 头等舱唯一鱼子酱合作对象 中国几乎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贵如黄金的鱼子酱 拉下了神坛 变成了普通人也能吃得起的 常见营养食材 鱼子酱更像是中国制造的欧洲茅台 说到这里 鱼子酱到底啥味儿 那我想除了星以外 仔细品 满嘴都是人民币的吧 奥对了说个题外话 因2020年疫情影响 原本90%以上出口欧美的鱼子酱 如今国外销量不佳 因此国内各个电商也开始分分离推 好奇鱼子酱味道的你 或许可以试试 毕竟支持国产人工养殖鱼子酱的同时 那些年被人类搞得快灭绝的鱼 也会长输一口气 最后一下回答观众的问题 有粉丝说他旅游遇到了一只脚铺是蓝色的鸟 看着还挺好看 就不知道他啥名 也不知道他为啥脚是蓝色的 这个看起来有点傻汗的鸟 学名叫蓝角尖鸟 是一种大型热带海鸟 栖息于加利福尼亚州至科隆群岛的太平洋东岸 之所以有双天蓝色的脚铺 是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 蓝角尖鸟几乎只吃沙丁鱼 提可 青鱼 以及飞鱼这些富含大量胡萝卜素的鱼类 这些来自鱼体内的类胡萝卜素 在进入蓝角尖鸟体内后 与某些特殊的蛋白质结合 于是就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蔚蓝色的脚谱 后面会出一期鸟类合集 这货也在里面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评论 或者是来私信我 如果你喜欢这种节目形式 别忘了点个关注 不喜欢的话 想办法喜欢一下